疫情之下我们听了很多互帮互助有爱的故事哈 但是也有下面要说的这样个别趁火打劫的 六袋泡面加20个鸡蛋居然要价900元 听听啊 说最近呢 上海一个跑腿小哥 为居民跑腿购买物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啊 但是呢 到了结账的时候 这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共呢 就是刚才说的六袋泡面还有20个鸡蛋 这跑腿小哥表示这些一共是要900元 你说我们叫个跑腿服务的都知道哈 这个费用呢 它一共就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这个代买物品本身的价钱 商店当中它都是明码标价的嘛 这个跑腿小哥呢 他会按照店家打印出来的购物小票上的价格来收钱 另一部分就是给小哥的跑腿份了 但是你说这点东西两部分再怎么加 也不可能加出这么离谱的900块钱啊 这跑腿小哥呢 自己的报价是啊 这些东西呢 一共是570元 加上跑腿费用是330元 一共就是900元 那么下单的顾客呢 当即提说要查看这个购物小票 但是小哥坚持说没有小票 没有凭证要价 那顾客就说了 说那你就算这330块钱的跑腿费 我认了 但是你这570的代买费 这也实在高得有点离谱了吧 双方就争执起来了 而且争执不下 那最终呢 旁边的志愿者就帮忙拨打了110报警了 经过警方的调查呢 外卖骑手赵某在平台上接到居民朱女士的订单之后呢 前往超市来购其物品 却在送货时呢 临时坐地起架 并且呢 拒绝向对方出示购物凭证 这还不算呢 警方呢 对这个骑手赵某过往的订单展开细致的调查 调查之后就发现了 从4月份以来啊 这个赵某呢 他通过平台接单 小区蹲点 朋友介绍等各种方式来接单 在为客户代买配送蔬菜 水果等商品的过程当中 不仅是私下联系客户提高跑腿费 而且呢 在将代购物资送达目的地之后 现场恶意加价 非法牟利2万多元 疫情风控系线呢 大家出不去小区门 采买物资呢 没有那么方便啊 这赵某呢 就趁机去哄抬物价 打发疫情财 这种投机取巧实在是可恶啊 大家都不容易 趁人不便 落井下石啊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非法经营罪 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 案件呢 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